針對62名歐洲議會議員 聯名致涵力挺立桃園 與台灣發展關係 中華民國外交部指出 此舉顯示中共針對單一歐洲國家的霸凌行徑 已經超越歐盟價值底線 促使歐洲議員超越政治光譜 表達團結立場 9月3日 歐洲議會對中國關係代表團團長 內因哈德布體科費爾及立陶宛籍歐洲議會議員 佩特拉奧地利維克斯共同領涵 62位重量級歐洲議會議員 公開致涵立陶宛總統、總理和國會議長 並附知歐洲聯盟領導階層 針對中共近年的威脅、恐嚇和霸凌 展現了與立陶宛團結一致的態度和支持 62位歐洲議會議員強調台灣在國際社會中 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所有歐洲聯盟會員國均有權利與台灣 深化經濟、文化與外交關係 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 已經注意到該聯名銜 共獲得歐洲議會五大主流黨團 來自20個會員國 重量級歐洲議會議員的響應 顯示中共針對單一歐洲國家的霸凌行徑 已經超越歐洲聯盟的價值底線 促使歐洲議員跨越政治光譜 齊心表達團結立場 英勞 歐洲議員跨越